这些我们的注册商品和文化的知识产权 就是说从几个方面都能完全可以证明它是侵权的 工王府管理中心的人说 多年来他们潜心开发挖掘福祉的文化价值 而且还为它专门花钱申请了商标专用权 我们也比较早地意识到它的价值 所以从2003年开始 我们就主动的自觉的 就是从运用法律手段寻求对这种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保护 甚至知识产权保护 这就是工王府管理中心所申请的商标专利 2005年11月 工王府管理中心注册康熙一笔质保商标 商标整体为方形洋客印文形式 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印刷出版物 平板印刷工艺品等 使用期限从2005年到2015年 接着2007年 他们又注册了天下第一幅文子商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平板印刷工艺品 以及金属经验章等 使用期限从2007年到2017年 工王府认为 自己已经依法取得了商标专用权 这就意味着在商标有限期限内 别人未经允许就不能够在同一种 或者类似商品上 使用与自己注册的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 那么 北京湖山书院文化艺术语研公司 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怎么看的呢 记者找到了这家公司 湖山书院公司的负责人说 自己公司是从事文化艺术礼品经营的 售卖福子礼品时 完全不知道 他已经被注册了商标专用权 自己所卖的带有天价第一幅的礼品 也是在参加一次展会时 从一家名为东方明园的公司订了货 当时 这家公司对这些礼品所做的广告中声称 他们对这些礼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而且经过国家权威部门的认证和批准 才予以流通的 想到正值春节 请福的人比较多 于是湖山书院就从那里进了一批货 那么 卖货给湖山书院的东方明园公司 是否真的拥有这些福子的知识产权呢 他们又是怎么得到的这些福子礼品的呢 东方明园不愿意多谈此事 只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就关于那个康星那个福的 那个福子 是我们给别人代理卖的 我先跟你说 第一是代理卖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没有用 没有用他们那个商标 东方明园公司说 自己也是受委托 销售这些带有天下第一福的礼品的 不过 他们不认为自己所卖的福子 侵犯了公王府的商标权 什么叫商标 在任何人没有用的情况下 你创造出了一个东西 你申请完了以后 这叫商标 已经在民间已经在流通了 你再把它拿出来 再创造好 这从法律上这是起权的 起什么群 大众群 明白这意思了吗 这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 你们要不承认 什么 我们想不承认 你们要不承认 你 用 你 我认为 我认为 感谢观看